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影片來介紹一下帳號綁定跟代廚 代廚的話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有關於代廚的運作模式跟風險 代廚的服務商是極大推薦的 然後我自己也有使用 所以這邊來簡單介紹 不過還是先講一下 大家可以加入影片下方LINE的連結 加入神域跟烈火戰記的群 不過烈火戰記也是可以在裡面討論 只是說最近實在是沒什麼好討論 因為烈火戰記就復刻活動 這樣循環 然後沒有什麼大的機制 然後英雄的部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好 那就是這個極大他算是大佬的玩家 所以他要使用代廚 代廚的方式他必須要登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那要登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這個在建議演證就比較麻煩 因為建議演證他綁定的帳號是Facebook跟Google 我用那個APK版本只有Facebook 可是你要把Facebook帳號密碼改掉 然後去給代廚登入 總是覺得有點怕怕的 然後呢這個Facebook他登入的話 他判斷你的IP不對的話 他還要做一些很多的這個Double Check也是很麻煩 那這一款遊戲神域的話 我們點這個帳號 他有三個綁定的方式 一個是IGG通行證 一個是Facebook 一個是Google 那你把FB跟Google的帳號給別人 總是覺得有一點怕怕 或者是說你是用一個假的 應該說是分身的FB或是Google去創帳號 這樣去綁定也是可以 那IGG通行證就很方便了 你只要這個輸入你的E-mail 然後呢他會傳一個驗證碼到你的E-mail 然後把驗證碼輸入進去 然後輸入你的密碼 IGG通行證就好了 那這樣子呢 你接下來你要切換帳號的話 你在這個IGG通行證 然後呢你譬如說你選擇使用其他IGG通行證 然後把這個信箱填進去 然後把這個密碼填進去 你就可以把這個帳號登進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神域綁定的方式 他就比較簡單一點 你可以選擇這個IGG通行證 Facebook跟Google 那如果說你要給代儲的話 你就只要給IGG通行證 也就是他這個E-mail跟密碼 那代儲就可以登入了 好所以說這個影片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有關於代儲的資訊的話 我會列在這個LINE群的這個祭祀本 好那就歡迎大家加入這個神域的這一個LINE群 然後有什麼有關於這個英雄啊 的一些後期的推薦 或是疑問之類的都可以詢問 那如果說我能回答我就回答 不過我也算是 我也算是頂多只能說是中手吧 因為我的等級你看也才210級 然後才傳說位 所以說也沒有什麼很新的資訊 但是基大還有那一些就是比較前面的伺服器 他們都是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然後也很樂於幫助新手 只是因為說他們都是在微信這個地方 然後在大陸那邊就沒有辦法加入這個LINE的那個群組 因為現在LINE的那個新群組 舊的群組會翻群嗎 後來有一次改成新的這個LINE的群組之後呢 就變了海外的那個LINE都不能加入 就是說除了台灣以外的地方 他都不能加入 不論是什麼馬來西亞啦 然後美國啦 日本啦 什麼都都是一樣 都是 都是你他輸入那個連結 然後都會出現說什麼 什麼什麼這個什麼版本 要需要更新啦 blahblah的這樣子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